樣本有樣本的平均數 對不對 我們是什麼 什麼去的 X bar 可以嗎 那母群會有母群的平均數是什麼 μ 對不對 好 樣本有樣本的標準差 母群是什麼 是 Sigma 可以喔 好 有印象嗎 我們會區分 因為我們是想 從樣本來推論母群 我們的符號會不一樣 樣本的平均數 母群的平均數 樣本的標準差 母群的標準差 那我們相關係數 R是樣本的還是母群的 相關係數 所以樣本的R是這10的點的相關係數 對不對 是樣本 所以你看到一般的英文字就是樣本 希臘字就是母群 好 所以會有對應一個母群的相關係數 那個叫rho rho 它發音叫rho rho 好 那我們看這個標 你有看到顯著性 表示它有在做什麼 做一個假設檢定 對不對 你任何地方看到顯著性 就是它在跑一個p值出來 那這個在解定什麼 就是h0 rho等於0 跟h1 rho不等於0 對嗎 這個h0是什麼 rho等於0 代表怎麼樣 兩個變數怎麼樣 有沒有相關 rho等於0 相關係數是0的話 無相關 蛤 無相關 對 沒有相關 好 那 那肉不等於0呢 代表怎麼樣 兩個變數是有相關的 好 好 所以這邊 0.000是代表哪一個假設成立 這還是不能忘記 0.000是虛無假設成立還是對立假設成立 0.000有相關 0.000有相關 h0成立 比小於0.05嗎 h0成立 是不是h0嗎 你們其中考也寫得不太好 小於0.05 小於0.05 所以勒 所以是h1成立 所以它有沒有相關 有啦 有啦 這0.931非常相關 做出來一定是有相關 可以嗎 好 我們也看一個課本的例子 好我們看一下課本的一些說明 簡單的說 好 課本公式就不用看 課本有寫 是怎麼算出來 我們看十字六這邊 好 計算相關係數的特輯 好 十字六 好 相關係數就是標準化的係數 不受 不受單位的影響 好 好 係數的指 介於正負一之間 好 越接近正負一 表示觀點 觀點性越明顯 好 可是我們 不會看到正一或負一 如果它完全正相關 我們都會變成一個定律 好 我們看表10.1 好 這是一個大概的參考的值 如果是1的話是完全相關 點7以上是高度相關 點4到點7是中度相關 點1到點4是低 好 點1以下幾乎是5分相關 好 所以我們這個值是多少 點9 點9非常高的 相關幾乎非常高 好 好 我們來看 課本的例子 十至二十一頁 好 搭配新增一個檔案 好 只要輸其中跟請我考 我們看其中考跟請我考 請教練 1 2 3 4 5 5 1 5 6 6 9 5 6 谢谢观看